放慢脚步,走进田园 让我们共同去奔赴一场与火龙果的约会 挑战拍摄一组大宅村的宣传大片吧 网红大宅村三面环山景色一人 不仅有众多的闽南古厕 还有唐宋明时期珍贵的历史古迹 这里有厦门最大的火龙果生产基地 于是一个以火龙果为主题的乡村旅游路线 也应运而生 从采摘火龙果到静听花开 或漫步或骑行 细袖着空气中飘荡着火龙果的清香 淋水静静垂掉 浮躁的心被渐渐抚平 慢悠悠的生活节奏 让人有种想回归田园生活的冲动 在这里火龙果肉可以炒着吃 花可以煮汤 就连花苞都可以凉拌 最后再来享受一顿火龙果主题大餐 一起来实现火龙果自由吧 卸下疲惫反扑归真 来祥安吧